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马洪涛 今天我们来关注免费义务教育 从1986年开始 我国开始执行九年制的免费义务教育 但是实际运作当中 从中央到地方 财政性的教育支出的比例是长期的欠账 教育经费不足的现象也是比比皆是 不过最近我们得知一个省级的贫困线 是山西省的蒲县 他们不但实施了九年义务教育 而且从2011年开始 他们也实现了包括高中阶段在内的12年的义务教育 他们到底是如何完成的 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记者首先来到了蒲县高级中学 作为蒲县唯一一所高中 这里的1160多名高中生 从去年九月份开始 就不再缴纳学杂费 住宿费和课本费 作为政府来说 这一块呢 对咱们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 进行了这个免费 就是对学生的学费 还有朱学费 朱工费进行了免费 按照蒲县高级中学原来的收费标准 每学年的学杂费是800元 住宿费是500元 而课本费在600到700元之间 过去这些由学生缴纳的钱 现在都由现财政资金 对学校进行全额补贴 2011年秋季的时候 下报了自己是170余万 也是下一学期如果报下来 整个每一生的这个标准 基本达到每一生两千块钱 就是我们自己 免除学杂费 住宿费和课本费之后 在蒲县高级中学就读的学生 除了吃饭 零花等生活费之外 基本上不再需要其他费用 生活下来 咱们学校的这个 你看这个生活标准下来 这个三百块钱 左右百一百元 基本上就吃饱了 在蒲县享受学费 住宿费和课本费免费的 不仅仅是普通高中 同样是高中学历教育的 蒲县职业高中的学生 也在免费的行列 这个你看 这个 2011年9月份到现在 就是县政府免除了学生 课本费 住宿费和取暖费 这个共计是14.76万元 免学费 这个资金是17.28万元 蒲县职业中学 现在有学生三百多人 是蒲县当地 唯一的一所培养技术工人的 三年制职业高中 这里的学生毕业后 大部分输送到企业厂矿 还有一少部分学生 通过参加专业考试 进入到高等院校 继续学习 这里每学期的学杂费是600元 住宿费是70元 另外根据专业不同 还有几百元的课本费 那合同每个学生的话 它是多少 合同每个学生的话 这个下来有700多的 还有800多 还有900多的 因为它这个课本费不一样 专业不同 课本费也就不一样 记者了解到 蒲县职业高中 免除的学杂费 一部分由山西省和林坟市补贴 一部分由蒲县财政配套补贴 住宿费和客本费 则是蒲县财政补贴 而普通高中免除的所有费用 均由蒲县财政资金补贴 仅仅普通高中的话 就将近200万 值高按国家要求的配套的比例 那个配套到位 在那个标准基础上 把书费 作业补费这些也免了一下 就扩大了一些范围 值高和普高 就是总算200多万块钱 早上六点多钟 我们来到了蒲县职业中学的食堂 看到食堂的师傅 正把刚刚煮好的鸡蛋 热好的牛奶 分发给准备吃早餐的学生 记者了解到 在职业中学住宿的学生 周一到周五 食堂每天免费供应 一个鸡蛋和一袋牛奶 这个每天这个都有是吧 每天都有 一个鸡蛋一袋牛奶够吗 够了 然后上午再吃 有的就是吃不饱 然后再多打一份蛋汤什么的 这个呢就是 人家通过炒四 给他配送的这个牛奶和鸡蛋 这就是县武县正化 搞的这个蛋奶工厂 从去年撒一份开始 学生每天早上 一个鸡蛋 一袋牛奶 从2011年春季开学起 蒲县开始实施中小学蛋奶工程 为全县中小学寄宿学生 每人每天免费供应 一袋牛奶和一个鸡蛋 每个星期的周末 超市会把牛奶和鸡蛋送到学校 然后由学校食堂 把鸡蛋煮熟之后 在早餐时供应给每个学生 去年实施的时候 我们的全校的全县的住宿生 从小学到高中 包括民办 是4766个人 到9月份新开学的时候 新新年开学的时候 就增加了 到了5393个 就渐渐5400 包括民办学校在内 蒲县一共有29所中小学校 分布在县城的学校有4所 其他的学校都分布在山区的各个乡镇 其中最远的学校距离县城70多公里 为了保证淡奶的新鲜 负责淡奶工程的每家乐超市 专门有两辆货车 每周每个学校运送鸡蛋和牛奶 这几乎成了他们最主要的工作 29所学校 5300多人 每个月的鸡蛋送到11万多份 就是总共11万多份 按照蒲县教科局 与每家乐超市签订的合同 每份鸡蛋和牛奶的重标价是 1块9毛8 并负责把牛奶和鸡蛋 送到每个学校的食堂 按照这个价格 全线近5400名住宿生 每天要补贴的费用就是1万多元 当然我们算了一下 就是一个孩子 一天就是2块钱 然后全年把这个节假日 减掉的话呢 在校的时间就是220天 这样一年下来 就是220万针 每天早上一个鸡蛋 一袋牛奶 看似不起眼的消费 一年要花到200多万元 那么再加上高中阶段的学杂费 住宿费和课本费 又是200多万的开销 作为一个省级贫困县来说 他们为什么要着力推行高中阶段的义务教育 我们来看一下那儿的孩子们 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 金小飞是蒲县高级中学高二年级的学生 从去年秋季开学之后 她就不再为交学杂费 住宿费和课本费而发愁 在之前没有免费的时候 每年的学费成了金小飞家里的主要开支 金小飞的父母原来住在农村 还种着十多亩玉米地 后来为了孩子上学方便 他们来到了蒲县县城 每月花一百元 在城边上租了一孔窑洞居住 金小飞七岁的弟弟是一个脑瘫患儿 常年需要妈妈在家照顾 全家人的生活负担 全压在爸爸一个人身上 一个月你就打小公子 一月就是一千来块钱 顶打两千 金小飞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 妹妹今年上初三 姐姐去年高中毕业之后 本来可以上大专 但是因为家里没有钱 只好在县城里打工挣钱 那都拉大了一只车子 那把一年就打下来让我上一年 一年一年都要有钱上学 这一年后来在学校 不能说不教肥 也不能说你不吃饭吧 就没有钱不要上了 因为没有单子上学 大闺女还能总是 叼眼路也没话说 她不年纪她管叼眼路 九月份开学之后 金小飞的妹妹 也要上蒲县高级中学 妈妈正在用旧的校服 给妹妹做一个床上铺的褥子 虽然就要面临两个孩子上高中 但是金小飞的妈妈 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 为孩子的学费发愁了 因为说这上高中免费了 自己妈这心里就像那样 我总不用考虑说 一开始挣两千块钱 都准备嘛 你妈两个人在学校 都要再发钱 你说说完也走的 你卖个两历八岁 现在不用考虑这么多了 就起码整点总是 感觉都 不管是怎么这 总结都好就好 现在金小飞上学的费用 主要是在校期间的生活费 每个月家里 给他三百元左右的生活费 拿到这些钱之后 他会先给饭卡里充一百元 剩下的钱 用来买一些复习资料和生活用品 那一百块钱够吗 充一百块钱 有时候就够了 如果不够的话还可以再充 一百块钱 那你要吃二多天呢 有时候早晨不吃饭 学校就有奶和鸡蛋 然后就上午一顿 然后晚上就一个包子 有时候也吃一碗面 中午吃饭的时候 记者在学校食堂 见到了金小飞 她的午饭 是一碗三块钱的素丸子 她说自己一天吃饭的花费 也就四五块钱 记者在这里看到 很多学生的午饭就是一碗面条 有的是打卤面 有的是炒面 还有一部分学生 是一份炒土豆片 加米饭或者馒头 在这里 我们认识了高一年级的新鹏 他的午饭同样很简单 一碗四块钱的炒饼 外加一碗白开水 新鹏一家 原来住在离县城 七十多公里的克城镇 家里主要靠种地和父亲打工为生 去年年初 他们一家搬到了离县城 四十多公里的泰林乡 这样新鹏的父亲 就在附近的煤矿上打工挣钱 新鹏的哥哥在林坟市上高三 每年的学费要四千六百块 新鹏还有一个妹妹 在老家克城镇上初中 他们兄妹三人上学的费用 仅仅靠父亲每个月 一千多块钱的工资 还远远不够 他真的这个钱 连一个孩子的生活费都供不上 我个大孩子一月就等一千多 高三 三高三 不是那个子料 一哈交书钱的 一哈交子料费的 就是 就没法干 新鹏每个月要回两次假 每次回学校时 要带上一些生活费 但是这次回来 家里却只剩下一百块钱 如果都给了新鹏 那么家里就没钱可用 最后 妈妈到公路边的小商店 换开了一百块钱 给新鹏二十块钱的生活费 作为特困身 新鹏已经向学校申请了困难补助 如果批下来 每学年会有一千五百元的补助金 这些钱至少能够补贴半年多的生活费 为了不让父母操心 新鹏在学习上非常刻苦 在新鹏的床上放着一个牛奶盒子 记者发现 里面竟然是一些枸杞和不知名的中药材 在蒲县高级中学 记者了解到 这里的学生百分之九十多都来自农村 由于地处贫困山区 这些学生的家庭收入非常微薄 大部分靠父母在外打工挣钱 他大部分农村老百姓 挣钱的时候 他是打些零工 没有真实的 长期的这种工作 打零工 只要占下来这么个学分 因为每年 每个学生的调整 大概下来以后 一年要到二年钱 那么要占还一时 靠的层都非常困难 这样的话 征服就借着了 一百块钱就是景小飞 一个月的伙食费 这个孩子正在上高中 正是长身体拼脑力的时候 但是即使是这样拮据的学习生活 同样好学的姐姐 也是没有办法再延续下去 如果没有县里的高中义务教育 景小飞能否继续上学 就是一个未知数 那么这样的家庭 其实在蒲县 并非是个案 广告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个贫困县 是如何筹措 义务教育经费的 好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 山西省蒲县实行的 高中义务教育 蒲县的年人金收入 只有四千多元 但是一个高中生的学费 加上书本费 住宿费 大概就要花掉 两千块钱一年 那么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 毫无疑问 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蒲县在2006年就免除了 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书本费 那么又从2011年 在高中阶段开始 免除学杂费 住宿费和课本费 为很多的孩子 能够继续上学 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作为一个贫困县 推行高中义务教育 到底会给当地的财政 带来多大的压力呢 蒲县位于山西省西南部 地处吕梁山脉的南端 全县大部分地区 是土石山区 和黄土高原沟河区 平均海拔1300米 过去由于靠天吃饭 农民的人均收入非常低 曾经是一个贫穷落后的 农业贫困县 那神经贫困县呢 这个 这个确定的 主要依据啊 是农民的人均从收入 不是这个 现财政的收入 农民的收入 普现和周边县相比 差不多 甚至可能还低一点 咱们高中的学生 大多数是 90%以上是 农民的孩子 所以是 从农民的角度来讲 还是挺空的 普现跟周围的事件相比 总人口也要少得多 目前全县总人口 只有11万8千人 其中农村人口 就有8万多 按照2010年年底的统计 普现农民 年人均纯收入 是4288元 今年农季 国家调整 贫亏人口的表录 听到 2300块钱 就是人均年收入 推收入 2300 来照国家 定的这个 贫亏手入 先啊 先的表录 普现母家 还有4万6千人 大叔 在把外的农民里面 有4万6千人 出于这个贫亏 按照农民 人均年纯收入 普现是一个省级贫困县 但是普现又是一个资源大县 全县15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含煤面积就有1360平方公里 煤炭地质储量180多亿吨 通过煤炭资源整合 把当地的煤炭产业 从原来单一的开采洗煤 向煤化工 煤炭发电延伸 普现的财政收入 也出现大幅增长 2009年是一个9亿多 2009年是11亿 11亿5 去年是一个14亿多 每年都低层 低层比例就是 百分之十几到20左右 20左右这样子 习儒中给记者提供的数字显示 包括税收收入 转移支付和上级补助的资金等收入 2011年 归属蒲县的财政资金 是9亿多元 而投入到教育方面的资金 就达1.8亿元 所占比例达到20%左右 这主要还是现在的 对这方面 侧重于这方面的重点投入 侧重于教育方面的投入 主要是 每年不是它财政低增 收入低增 新增的财力 主要就是用于教育方面 优先考虑教育方面 投入 今年下半年 投资1.8亿元新建的 蒲县第一中学将投入使用 这将大大改善当地的教育环境 另外 蒲县近几年 还引进了300多名高学历教师人才 并为所有学校 配备备了标准化的教学仪器设备 财力发到一定程度 总和实力发到一定程度以后 拿出一定的钱 拿出一定的财力 来考虑对教育的投入 出过应该的投入 对学校整个教育教学巧合的投入 对师子里面的投入 第一是财力运势 第二是其他要求 邓采彪告诉记者 目前蒲县的各个方面 都在发展起步阶段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虽然蒲县的可支配收入 达到了9个亿 但是扣除人员工资 和专项配套资金之外 能够自由支配的机动财力 却只有3个亿 包括城市建设 包括道路 交通 税吏 以及农业方面的技术设施 包括城市的工农盆桃 它的参与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但是明年对高中交易 面费这一块 需要拿出3个亿 这一块从县上来讲 也是经过是一种考虑的 在蒲县教科局 刘向平局长也向记者坦言 政府的财政资金压力 也是非常大 扑县实现高中免费 有自身的特殊性 虽然是国家级贫困县 但是县级的财政收入还可以 比周边这些县要好一点 在于我们的人数少 你们看到面积很大 但是人口数少 学生数也少 我们高中在总共是 1100多的学生 200万左右的钱 有特殊性 2011年蒲县实施了八项民生工程 其中四项是跟教育有关 免除高中学生学杂费 住宿费和书本费 中小学寄宿生的淡奶工程 便是其中两项 今年蒲县将进一步扩大免费的范围 实现真正的12年义务教育 明年我们初五打算就是把所有高中 都放到一五段里面 就在这免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扩大让就是初中所有的学生都能上了高中阶段的教育 记者了解到目前蒲县的高中和职高 仍然要通过考试选拔 那么就有一部分初中毕业生 无法进入到高中或者职高继续学习 如果真正实现12年义务教育 那么每一名初中毕业生 都可以进入到高中或者职高学习 服务院科教局局长刘向平还向记者透露 高中免费职后 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规划 那就是到2013年的时候 全县实行15年义务教育 所以我们规划就是12年和13年 两年的时间 把所有先镇的公办幼儿园全部建计 让所有的失令的幼儿全部入学 到13年9月份全部免费 就15年免费 就达到这个标准 这是粗步的设想 没有最后通过一个会议的形式确定下来 半数财政半教育 县委办公在微房 这样的一句顺口溜 让云南省的松明县曾经闻名全国 而勒紧裤腰带 实施12年义务教育的山西省蒲县 也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温暖 他们的做法能够被迅速的放大传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资深的经济其实都不发达 蒲县甚至还是省级的贫困县 但是他们都把这个发展教育放在首位 不可否认 这个煤炭资源确实也是给蒲县的财政收入 带了一个重要的支持 但是能够把增加的这部分收入 大手笔的投入到教育上面 还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因为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一个个体的命运 它还是一项造福一方社会的大事 功德无良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您继续观看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中央电视台财经